其实金卡科技的愿景一直以来都是成为业界备受推崇的 全球最优秀的新材料企业 那么基于我们的一个企业愿景 我们也是从以下三个方面 我们希望去达成我们ESG的一个践行 那么首先第一个是响应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需要 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提出这个3060 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目标 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积极的去推动 我们国家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早日实现 促进我们整个产业的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那么第二个方面 我们是响应一个市场的需求和客户的需要 那么我们金发科技的产品是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和客户的不断交流和沟通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客户 他们是需要我们这种可持续的产品 包括在ESG上面的践行 那么我们也是为了去更好的服务好我们的客户 我们在ESG包括可持续发展方面 我们都是不断的去大力的推动 那么第三个方面我想谈到的是 我们的一个行业的领先地位 因为我们是国内塑料行业第一个发布ESG报告的企业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自己所自身的一个努力 包括我们也愿意去和我们的同行去分享 我们在ESG方面的经验 然后让我们整个的一个行业 整个产业链能够在ESG可持续发展上面获得提升 那么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定是在我们的这个品牌效应 包括说我们的这个品牌打造方面 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提高的 包括像我们有获得彭博滤金50的一个最受关注企业 以及像中国上市公司协会颁发的这个ESG的成功案例 非常优秀的案例 包括我们也积极地去参与各种峰会论坛 以及今天就为来应所组织的这次活动 我相信我们不断地去通过市场上的一些影响 然后去响应我们的市场 那么我们的客户市场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 客户也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 让我们整体的一个品牌影响力也会得到一个提高 因为其实作为B2B企业 我们是比较困难去做一些品牌上面的提升 但是在ESG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点 所以能够让我们在品牌效应方面 去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困难 可能是在一个供应链整体的一个协调方面 因为可能我们的各种供应链上面 可能缺乏一个统一的ESG标准 或者说一个统一的ESG语言 那么我们也是非常致力于去分享我们的经验 给到我们的上下游的 我们的无论是客户也好 无论是供应商也好 我们也希望能够打造这个塑料行业 我们去分享我们的经验 能够推动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协调 稳健的一个在ESG 在可持续方面的一个发展 其实德国莱茵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像2021年德国莱茵向我们颁发了全球的首张 取海再生塑料含量的证书 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 也是和金发科技有达成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一个合作备忘录 共同建立这个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一个合作小组 那么我相信在未来 我们在无论是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体系 无论是ESG见证的各个方面 我们都能够去加深我们一个全球化 全链条深入化的一个战略合作 那么我们也相信 伴随着我们TOV来源的成长 以及金发科技的成长 我们都能够双方共同迈向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未来 3708709 web设备 我们下位的 Kolik 我们下位的che地 5709106 C Joel